谈到基督教的伦理 我们不得不谈到几个重要的要素 第一个就是 基督教的伦理 它强调人的行为是在三一上帝面前 基督教的伦理不是重点强调行为本身 我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这个事情本身内在有什么价值 基督教的伦理行为好善行 是强调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生活 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在上帝眼中看为好的行为 好的生活 那这种好的行为好的生活是基于 上帝救赎的作为更新了的神的行星样式 或者说我们前面所说的更新了我们的心意 我们整个心灵被更新了 这个心灵更新包含着知的层面 我们以上帝的思想来看待事情 以上帝的价值来判断事情 还有更新我们的情感 我们爱慕上帝所爱慕的 恨上帝所恨的 或者说同时因此带来的意志上的顺从 我们愿意照着上帝所喜悦的 照着上帝所爱所恨的去反应 去顺从 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活在上帝面前的伦理 他们的顺从不是因为要学习雷锋做好事 他们的顺从乃是基于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和爱 而顺从 所以这种顺从是儿子对父亲的爱的顺从 不是奴隶出于惧怕 怕责打 怕贪责任 怕下地狱 怕遭神管教 不愿意又不得不做的这种 伪善的顺从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顺从要求的原则是 根据神的话 不是根据社会上普遍的价值观 普遍的道德观 普遍的伦理 也不是根据媒体和舆论的眼光 不被媒体和舆论批评 那是做人的最基本基本的底线 甚至舆论不批评你 也不意味着你是好人 舆论很重要 在普遍恩典里面 在遏制社会性的恶方面 舆论非常重要 不能忽视 但是基督徒不能满足于指示 停留在别人没说我什么好 所以别人的眼光很重要 别人的评价也很重要 但是指示活在别人的眼光评价下 是做不好基督徒的 那你不能狂妄到一定程度 无视别人的评价 然后唯我独尊 我反而活出我自己就行 那个可能连基本人都做不好 那基督徒的顺从的原则是什么 是基于上帝的话 上帝将他的命令赐给我们 这是在创造原理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上帝说园中树上的果子 不可吃的日子必定死 亚当活得对与否 取决于他是不是顺从神的话 所以上帝给他作为他第一个人类 正确生活的法则和智慧就是依赖神 所以分辨善恶那件事情 根本不是亚当的权威 善恶不是出于亚当自己内心观念 是基于圣善的神 至善的神的命令 只要我们接受神的话 神的话所指示的就是善 神所说的恶就是恶 神所说的善就是善 因为善终极的标准是神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里面 以代表性的就是实戒 基督徒并不废掉实戒 基督来不是废掉戒命 乃是要成全 戒命吩咐我们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但是戒命本身却没有赐下 遵守这样生活的能力 因此基督来了 当然旧约里面一样 那些顺从律法的人 最终还是靠着恩典去顺从生活 旧约里面有圣灵的工作 那些顺从人 活出神命令要求的人 实际上也是靠着神的恩典去活 但是律法本身里面 他没有赐下这种话语的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来了 不只是解决我们 这个罪和死的权势 还解决了我们里面无知 它是真理 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真理 所以解决我们无知的问题 然后还解决我们无能的问题 因为它断开了我们 罪和死亡的权势和律 又赐个我们圣灵和新生命 使我们可以不靠自己 可以靠着圣灵 活出律法的要求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谈到的基督教伦理 这个不管是基督教伦理 是作为人应该有的伦理 只不过是非基督教的 不承认排斥而已 如果是人类是 像中国的神话里面 所说的女娲造人 她随意的用一些杂草 站在你里面一甩 甩同时产生无数的人化 那我们也就无从讲究 统一的伦理 统一的原理 各自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 去活就行 问题是上帝是一位 原初造的人也有一位 上帝给人类 亚当和他所有后一 定下的这个法则和计划 旨意是统一的 统一的 亚当一人堕落 全人类都陷入堕落了 陷入到罪里面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人 是否在神的面前活得正 活得对 是第一 基于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要时刻 受到神的评价 我们要意识到神 一个人不意识到神的话 他不可能活出善的生活 因为离开神就没有所谓的善 然后同时呢 他要不断地在神的面前 被神的话 被神的道所更新 有了神的话 我们才有方向 没有神的话 毛主席以路也好 什么苏格拉底的言论也好 固然一般文化当中 包含着微弱的真理 不是全错的 但是如果是给我们 带来生活指引 绝对永恒不变的真理 除了神的话以外 没有别的权威 这就是停不太后书 三章十七节所说的 与教训都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教我们这些属神的 预备行完全的事 关乎生命和敬前的事 都在圣经里面赐给我 所以我们既知道神 又有神的话 又有被更新的生活 当然这个更新要持续的 借着礼拜祷告 圣礼恩典等等 更新我们的心意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顺服的姿态是 态度是对神的敬畏 意识到祂是伟大的神 祂是尊严的神 顺服祂是我们理所当然 应当尽的本分 而且还出于爱 因为你爱祂 你才愿意遵守祂的命令 不是像其他异教徒似的 为了不遭到神明的愤怒 所以不得不在祂的面前 某个时期应许 我要不吃肉 要吃素 斋戒 然后来换取神明的喜悦 那种惧怕 怕肉体或者是物质遭受损失 而带来的 不得不勉强的 所以基督教的伦理很强调 这个在神的面前 然后包含了对象 包含了动机 包含了原则 包含了我们自身的这个存在的更新等等 那就是基于这个 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 谈到了上帝在基督里面称罪人为义的福音 这个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在福音里显明出来了 然后紧接着谈到这个基础之后 又谈到了十二章到十六章伦理的原理 具体我们该怎么做 前面是我们活伦理的基础 没有这个的话 我们谈伦理的话 都是法利赛人 都是律法主义 都是 如果是亚当夏娃没堕落 我们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像堕落之前 我可以选择顺从吗 我有力量顺从吗 只要我愿意 我就可以做吗 但是现在我们是处在堕落的状态 虽然蒙了旧恩 但是跟原初没堕落 没被污染的情况还不同 所以凭我们自己活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依赖恩典 因此罗马书十二章一解决 以神的恩劝我们 基于神的恩 借着神的恩 我们这个生活 新生活是基于恩典的新生活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学了几周里面 这个罗马书十二章 开始谈到了很多具体的这样的原则 什么如何看待自己 在教会里面 如何恰当地看待自己的功能 位置和恩赐 然后如何对待别人 什么爱人不可虚假 爱弟兄 隐情不可懒惰 在指望当如何 在患难当中如何 然后那些对那些穷乏的肢体 应该怎么样对待 然后包括一些 在我们中间 来到我们中间做客的 那个时代做客的 可能是因为什么 等等我之前也解释了 然后做客的如何去款待 那紧接着十四节就谈到了 面对逼迫你们的 如何对待的问题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 什么是逼迫呢 这里面说逼迫你们的 你们要怎么样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要咒诅 这里面逼迫希腊文的 原文的这个是 Dioko 翻译成中文就是逼迫 或者追逐 追逐 它是包括在肉体和精神层面 施语的痛苦 别人施语我们精神或肉体的痛苦 别人逼迫我们 别人追逼我们 像猎杀我们一样 那这个概念呢 我们从圣经当中 可以看到逼迫 最早的一个逼迫的例子 我们在新约里面 使徒保罗也解释这个例子了 该隐杀了亚伯 第一个殉道者 或者说第一个遭逼迫的义人 亚伯因着信 他是信上帝的人 因着信蒙神越纳 该隐呢 因为上帝越纳了亚伯和他的祭物 就嫉妒他 然后杀了他 这是第一个例子 后来又出现了很多例子 我就去比较代表性的 以施玛利和以萨 以施玛利逼迫了以萨 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解释了 属灵的不在先 属肉体 属血气的在先 而且属肉体的人逼迫了属灵的 以施玛利怎么逼迫以萨了呢 大家读创世纪的时候可能没太留意 这个以施玛利是撒来的妻子 夏甲生的 然后因为他比他早嘛 大十来岁 结果他总欺负他 就嘲弄他欺负他 所以以萨就遭受了这个贫血气而生的 而且又不是应许的后裔的迫害 苦啊 因他而受苦 后来还有个例子 就是亚玛利和以色列人 特别是在这个出埃及记 在旷野当中进迦南之前 趁着以色列百姓疲乏软弱的时候 他们在后面追杀他们 所以上帝向他们宣布 就是 就是 与他们为敌啊 与他们为敌 要灭绝他们等等 这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去逼迫神的选民 这个现在不是个人了 是群体了 旧约的 有形的 教会 然后非选民的逼迫了这个选民 还有就是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他们进迦南之后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那些被盗的以色列百姓 不敬畏神的以色列百姓 没有信心的 行恶的以色列百姓 外表他们是神的选民 但实际上是不敬畏神 不认识神的 拜偶像的 他们逼迫了那些先知 当先知传讲神的话 代表神 按着神的旨意去 规劝他们悔改的时候 结果百姓们去 打了他 闷杀了他们 甚至羞辱他们等等 耶利米亚 以色列亚等等 都面临了这样的问题 耶稣基督讲的新约里面 福音书里面 教导的时候也提到了 我打发我的仆人 到那收果子 结果你们打了他 绑了他 捆了他 儿子来的时候 甚至连儿子也杀了 就形容以色列百姓当中 那些属血气的人 不敬畏神 不认识神的人 同样逼迫了 虽然先知有特殊职分 逼迫了那些属神的人 这是圣经当中 有很多的例子 新约里也有很多例子 我就不具体讲了 然后还有就是 历史上的例子 历史上的例子 圣经里面的历史 和圣经外 启示录结束之后 新约教会 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那样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 犹太人逼迫基督徒 虽然他是从 这个使徒心传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也看到 五星节之后 犹太人到处去抓 这个基督徒 特别是我们看到 犹太人见到 耶稣被杀了以后 他们就到处去揭发 他的门徒等等 而且我们看到 在耶路撒冷遭受逼迫的时候 最初逼迫基督徒的 不是别人 是犹太人 不是异教徒 是以色列人 犹太人 结果他们分散在各地 后来我们看到 保罗到各地传道的时候 也是犹太人到各城去 搅他的场子 然后怂恿百姓去拒绝他 逼迫基督徒 告官抓基督徒的是犹太人 然后再往后呢 就是偶尔出现了 就是逼迫教会的 罗马皇帝 虽然不是全国性的 但是渐渐地出现了 逼迫教会的 罗马皇帝 在教会历史当中 什么像尼路 豆米田 有的人翻译是 多米仙等等 等等 罗马皇帝出现了很多 逼迫教会的这样的事情 在各国福音传到各地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逼迫的经历 特别是在中国也一样 除了个人性的逼迫以外 还有就是某些像罗马政权一样 政府来自政府的逼迫 一些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不同的 他们感觉到这是表面一样 觉得危害他们统治的 没有办法思想统治的 这个意志的 意己的这样的群体呢 要么顺服他 改化他 改造他 直到他觉得安全 要么就消灭他 所以那些不屈不挠的人 所以强心的改化 也是一种逼迫 然后给他压力嘛 折磨他嘛 让他背弃自己信仰良心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包括直接消灭等等 这种形式都是历史当中出现的逼迫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在韩国的基督徒 可能一谈到逼迫 就跟我们非常遥远 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 无论是社会制度上 法律上是不允许这件事情 即便我不喜欢你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公开的去什么 用言语攻击你 毁谤你 这个都不合法的嘛 对不对 在民主社会 法治这样的社会 素质可能不同 但至少他在法律上 他在社会结构上 是不可以随意去 绩效别人的信仰 那为何有逼迫呢 首先我们要清楚 就是受逼迫是必然的 受逼迫是必然的 我们刚才只是罗列了例子 或者是出于嫉妒 该隐嫉妒亚伯 他怎么蒙神祝福我不蒙呢 然后结果就杀了他 或者因为政治原因 罗马皇帝觉得 所有不信凯撒的 不败凯撒为主的都是一种叛国 一种威胁等等 或者是有些精神病被鬼斧那样的 像尼路那样的 他就想这个消灭基督教 等等表面诸多的原因 但是有更深层的原因 表面上什么政治形态不同 统治啊意识形态不同 嫉妒啊 有更深层的原因 耶稣基督揭露了 首先我们看耶稣基督解释 为什么受逼迫 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到20节里面 说到 事若恨你们 你们就知道 或者说 该知道 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是你们不属这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就是说话的人是基督 说话的对象是 追随他的门徒 包括使徒 不是所有的 只是对使徒说的 使徒要受逼迫 所有的基督徒 你们要纪念 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主人是指自己基督 仆人就是他们 那些侍奉主的 追随主的 也说到了 学生不能大于 老师 老师尚且受这样的 大于更慌学生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 也必遵守你们的话 然后在马太福音五章 十节到十一节的上半节里面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又服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 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你遭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就说到了逼迫的原因是 第一 你们根本就不是他们一伙的 你们虽然活在世界 但是不属这个世界 世界爱属自己的 世界却排斥和恨不属自己的 基督徒 虽然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属灵的身份和地位 他们里面的性情和爱好和追求 他们是追随基督的人 不效法这个世界的人 使徒彼得也解释了这方面 原本是一块同奔放大无度道路的人 突然有一天发现 你不与他们同奔放大无度的道路了 一块喝酒话也聊不起来了 一块喝酒一块做坏事 在单位里 一块黑就一块黑 黑社会有那个法则吗 对不对 要忠诚吗 要成我们会议员吗 先做点什么黑事 免得有一天就你自己干 你要举报我们怎么办 要黑大家都有点把柄 彼此之间互相能够信任 要坏就一块坏 不然的话就没法一块玩 当有人发现 你们不跟他同奔放大无度之道路的时候 就以为奇怪 所以就毁谤逼迫你们 在单位待过的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 一块玩都挺好 有一天你说我是基督徒 开始异样的眼神 甚至你下面的人也开始 虽然不敢明不张胆的 还抑制不住的 就是流露一些轻蔑或者是言语上的 为什么 这是本性的问题 本性的问题 我们不属世界 严格的来说 属世界的人是属魔鬼属撒旦的 我不愿意什么都灵 但是这个是合乎圣经的 那些 以夫所说二章一节里面说 那些在背逆质子心中运行的邪恋 我们曾经原来是属他们的 跟他们一样的 顺从空中掌权者的势力 就是那在背逆质子心中运行的邪恋 使徒保罗解释那些不信的人 心中都是侍奉魔鬼的 魔鬼之子 地狱之子 所以他们一定会跟上帝的百姓 恨上帝的百姓 这个不是外在的问题 外在大家都差不多 都一样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公民 都拿着同样的护照 甚至同样的单位 一样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 你的灵里面的户籍 发生变化的时候 最先感知的是灵界 撒旦知道 上帝当然也知道 然后那些属撒旦的人 莫名其妙 就情感上就仇视你 这个是 这是律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第二 使徒保罗也说 我们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 我所忍受的 他谈到了自己 格林多 提摩泰后书三章 十一节 下半节到十二节 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苦难当中 主把我救出来了 但如此 不但如此 凡 他先讲到自己受的逼迫 讲到这的话 有人可能问 那是你使徒的缘故 你是神的仆人吗 所以这个不具有普遍性 但是他紧接着说 但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里 敬虔度日的 都也都要受逼迫 凡是想爱神 在神的面前过 合乎神心意的生活 做一个认真基督徒 按照圣经的教导 去生活的人 逼迫是必然的 不是可能 是必然的 凡立志在基督 耶稣里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这就是普遍性 我曾经这个 全职之前 悔改之后 就热心读圣经嘛 即可的心灵 然后读读读 发现了很多这种 先知书里面 旧约里面 新约里面 耶稣的教导 使徒的教导 他们的那种信仰模范 信仰的形态 就发现 他们为了遵守 神的命令 遭遇了很多的 反对和误解和 逼迫痛苦 所以当时我就理解了 这就是福音 基督教信仰 实际上 信上帝就是这样 逼迫不是个别人 而是普遍性的 虽然我知道 但是后来全职之后 进入教会里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 然后渐渐的就 人的那个心智就弱化了 后来有一天 这节经文重新再读的时候 突然有一点刺痛 今天我为什么这么舒适 教会里人都说我好 因为教会那里 我传道人里面 是最年轻的 等等等等 反正就称赞我的很多 另一个是 陆家斐 人都说你好的时候 有祸了 第二个就是这个经文 反而励志 敬前多日都要受逼迫 为什么我现在 只受欢迎 不受逼迫 心里就咯噔一下的 反省了 在教会里面待久了 逐渐就形成了一种 教会文化 谦卑柔和 也不去怼别人 尽量不要跟别人 发生冲突 什么都好好传道人 你得注意这个问题 时间长了 就变成老好人 有些该讲的不讲 该触碰到敏感区域的 不触碰 结果大家都说你好吗 其实是有祸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 大家都做成 那个浑身有刺的人 性格古怪的人 跟谁处都处不来的人 不要成为那样的 然后我说我为主受逼迫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不坚持原则 不坚持信仰 结果渐渐的 大家都说你好 谁不喜欢这样的人呢 做事又做得好 然后又不挑T 然后什么都好 那样的人真的是好基督徒吗 仔细看圣经不见得 可能是斑面玲珑的人 保罗说到真的立志 在基督里 尽全度认真过生活的话 甚至有一些教会里面 毕竟是两类人嘛 三类人 一类人是根本就没有 重生得救的人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谁 第二类人是认真过信仰生活 明白神的话 敬畏神的人 第三类人是 好像信耶稣了 但是基本上三观还是属肉体的 一定有认识神 敬畏神的人喜欢你 但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那些三观价值观 没有被更新的你 看着你这样讲道 看着你这样生活的话 一定会恨你的 奇怪的是 你做平信徒的时候 大家都说你好 一旦做传道人 你就开始成为 众人攻击的对象 做平信徒的时候 你说点什么话 人无所谓 大家都包容你 但做传道人的时候 你要认真地讲一些事情 大家就开始攻击你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教会里也一样 你要想认真过敬虔度日的话 一定会遭到一些人的讨厌 因为教会里面 不都是齐刷的 都是敬虔爱主的人 第三 使徒彼得 他说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 因为神荣耀的灵 藏在你们 住在你们身上 若为基督徒 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倒要将这名归荣耀给神 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什么意思 做基督徒 要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 这是指我们可能在社会上 因为你就是为做基督徒 结果你因着就做基督徒 你还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 只不过照着基督的教训 去生活而已 然后别人就辱骂你 讥笑你等等 也就是说做基督徒 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毕竟我们基督徒还是少数 在中国有的人说是一亿 一亿也不过就十分之一 按一亿的话 十四亿人口的话 包括那些黑户 十四亿的话 也不到十分之一的 对不对 少数 最近这个打压什么的 那些真真假假的 又离开教会的 那就更少了 七千八千万的话 那更不到十分之一 少数 基督徒任何时代都是少数 天主教时期 那是好像国家的公民 就是教徒 那是堕落的情况 对不对 管他那个信不信 反正大家都要受洗 加入教会 不加入教会的话 一定会遭到社会的排斥吗 教皇 皇帝都不喜欢吗 等等 所以正常的话 任何时代 基督徒都是在社会当中少数 因此一定会受到那些 非基督徒来自 非基督徒的辱骂等等 然后第四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说到 我拆迁你们去 如同羊进入狼群 当然这是耶稣讲的这个训练使徒们 门徒们 但是打发他们去传道的时候 形容什么 羊进入狼群 进入到非基督徒世界 要向这些人传道 可能第一早期传道的对象 基本是犹太人 但是以色列人 但是却对他们说 你们就是羊进入狼群 他不是讲人种的问题 民族的问题 是讲你们是我的门徒 当我打发你们去进入到 非基督徒不信的世界里面 去传道的时候 就如同羊进入狼群 教会在这个地上就是这样 羊 在狼群当中 你说不是制造 这个社会矛盾吗 没办法 这是基督讲的话 我们只能照着阿门 就是承认就好 你承认你就知道了事实 你不承认就掩耳盗铃嘛 然后呢 菲利比书一章 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保罗也说 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 这是证明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我们你们的征战 就是与你们在我们身上 所听见所看见 现在所见到的一样 什么意思 耶稣说 我打发你们去 你们是羊进入狼群 明显说到了 信基督的人 和非基督徒之间 有一种 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 是从这个 永恒的这个救赎计划的角度 属灵的和属肉体的 羊和狼生命本质不同 然后使徒保罗更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蒙恩 才得以信基督 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 才能够信耶稣 信基督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上帝如果不蒙恩 不施恩给我们 我们就如同 虾字 龙字 瘸字 贪字 在鼠林里面瞎眼的 不认识神 在 鼠林里面是笼子 是听不见神的声音 鼠林里面是 无能软弱 无力的摊子 没有办法侍奉神 还有像无知的驴一样 随着自己的性情 在旷野里面 肆意奔跑的 这样的存在 但是我们蒙恩 得以信服基督 因为基督的恩 临到了我 我们才能信他 不但如此 这个信基督 蒙了恩 得以信基督 括号 plus 受苦 为 并为他受苦 为基督受苦 我们蒙受了 这样的恩典 能够信基督 感谢主 哈利路亚 罪得圣免 与上帝和好 成为神的儿子 等永生 括号 打包给我们了一个 这个恩典呢 使我们信基督 同时也加了一个 为着基督受苦 一块包装 一个set 给我们的 你说苦不好 挑出来 没有办法 这就是福音的性质 当我们蒙恩信福音的时候 你已经从狼变成羊了 结果你发现周边就变成狼 你身入狼穴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 福音本身就是一定要受到抵挡 从施洗约翰为止 从开始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原文的意思是 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 这里不是叫到我们努力进天国 我们靠着自己的挣扎去进天国 说到神的国一直遭出攻击 刚才我也讲了 耶稣讲到旧约的时候 那些仆人众仆人们都被砍了 被杀了 被拒绝了 对不对 那都是他们自己民族当中的先知 顶多是南国的先知 偶尔上对北国的讲讲 或者是北国对南国的讲讲 都是以色列人 犹太人 以色列人 西伯来人 他们自己的民族的弟兄 兴起来 神的仆人去传福音 警戒他们悔改的时候 却被自己的族人给杀了 打了 拒绝了 耶稣说 那是我的仆人 结果绑了 杀了 砍了 后来儿子来了 也被杀了 这就写 说明了什么 神的道 神的福音 是遭到那些不幸的人 强烈的拒绝和抵挡的 因此当一个人领受福音的同时 就意味着要为这个道 要受苦 我曾经在研集室内一个教会 被聘去协助他们 他们开辟了这个中文堂 去协助 那个负责的人 上面有牧师 下面有一个朝鲜族的一个姐妹 因为他们是长老会的 所以姐妹不可以担当牧会 所以就聘我去协助 然后原来是那个姐妹 是很热心 很有爱心的 很探访传道 都稍微有点残疾 很好的一个姐妹 弱点就是她话语不强 所以喂养跟不上去 然后我去了就大刀过斧 就讲 然后讲了大概六个月的时候 他们很多这个青年人就说 感谢主 那个是传道师 感谢上帝把传道师带到我们中间 以神本的圣经里面介绍的信仰 就给他们重新更新了 带来这种新的觉醒 然后那个时候有个青年部的 然后加上赞美队的那个弟兄 他就一面在那做着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感谢这个传道师给我们讲这个真理 当时我心里就跳出一句话 领受神的话固然是恩典 但是你要为着 你现在感谢不要紧 但是你要为着你将来 你领受的话要付上代价 那个话不管是好啊 真好 纯正的道好啊 领受神话语的人将来要为你 所领受的话要受苦 不是听听而已 要实践 当你真正去实践的时候 你要面对的是附带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神的话丢给我们 不是看看听听 哎呀不错新鲜的道理很好 讲得很好 你讲得很好 那个道是要你去实践的 当你去实践的时候 他要你付代价 首先要对付的就是你自我为中心 你自己的傲慢 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决定 以前是不信主无所谓 我自己当老板 我想干啥就干啥 随心所欲 没有人定罪 法律又不制裁我 这是我自己的隐私 我自己的人权 是吧 但信主以后 你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去生活了 神的话要求你顺服 顺服的时候就和你自己的习性 喜好 判断 习惯 发生冲突吗 他要求我们舍己 跟从 神的话丢出来的时候 发出来的时候 要求的是顺从 听的人 听的人顺从 虽然这个顺从背后是我对神的爱 那些不爱神的人 听了神的话 藐视神的话吗 神的话是对那些敬畏神爱神的人 要求是顺从 我们爱神 所以我们感谢顺从 对不对 所以我对他讲 我说 不要为你得着道而高兴 当然是恩典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为你所得到道 受苦 这是福音 神的话要求的 信了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主上天堂 但问题是不是马上就提走了 一信主马上就被提到空中了 与地上的劳苦重担都无关了 继续活 活在狼群当中 活在这个抵挡神 不认识神的世界当中 除非我们像尼格迪姆一样 闭上嘴不支声 他因耶稣的缘故 别人攻击我 我提前计算好了 所以我就闭上嘴 我也不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 这样的话 你在你周边的社会当中 一切都会很 很好的 但问题你自己不好 你心里面不踏实 但是你一旦告白你是基督徒 马上就那个 所有的这个戒备 所有攻击的武器 都开始发动了 这个是规律 这是没有人能够逃避的 一旦你立志在基督里 过认真的信仰生活的时候 一定来自周边的这个张力 这个不是你人品 人际关系能力的问题 这是属灵的原理的问题 属血气的一定逼迫属灵的 属世界的一定恨 不属自己的 这是基督亲自讲的 这个是整个历史已经见证过的 所以逼迫是包 打包在福音里面一同给我们的 我们领受了福音就意味着 我们要为福音受苦 所以很多基督徒没有 受到这方面的教导和装备 以为信了主以后平平安安了 不是 麻烦更多了 除了一般人会经历的生老病死 劳苦重担之外 还多了来自灵界的攻击 以前不信主的时候 那些闺蜜朋友都挺好的 但是信了主莫名其妙 这个关系就搞不好 对方就异常那些情绪 就那种进攻的模式 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性质 不但蒙恩得以信服基督 并且要为他受苦 但是问题怎么办 既然这个也逃避不了 你说我不信了 又好像不行 自己还想信 但是想信吧 又怕这个受苦 我们的本性里面 谁会天生就喜欢被虐 受苦呢 对不对 本性里面我们都不喜欢受苦 但是这就是福音的护照 若有人要跟从我 去背起自己的实践来跟从我 这个不但要否定自己 还要承受来自外界的一些压力和攻击等等 然后去顺从神 若不舍己就不能做我的学生 不能做我的门徒 不配 这就已经设定了 福音要求我们不只是听 要回应 不回应的话 就等于没听 反而听了不信 还要受到更严厉的审判 为什么 听的过程已经给我们责任了 要我们反应和顺从 但是我们不做反应 我们又成为刚硬 被你拒绝神坏的人 对不对 虽然我们的顺从 不是抱着那种恐惧 害怕 是因为认识了基督 领受了这样的念 我们愿意顺从 但即便愿意顺从 也是 多少还是对苦难 是有这种本能性的这种惧怕和反应 对不对 谁都喜欢这种舒适 基督徒一样 牧师也一样 牧师虽然知道 做全职传道人 要在经济上受结局 受苦等等 受苦的心智 包括来自别人的误解 或者是信徒 大家不要以为信徒都是绵羊 信徒很多都是绵羊 披着绵羊的羊皮大衣 里面都是山羊 讲喜欢的时候 他们都欢喜快乐的 都是绵羊 讲不喜欢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转换模式 变成这个山羊 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 常常牧会者和信徒之间 也有这种张力 诚实地去讲道的时候 人家不跟着怎么办 我以前不太了解 只是从属灵来讲 后来我们那个学校 有一个教授 他就研究这个教会里面的 这个矛盾 那个专门研究这个 他就说 信徒有一些信徒 他们有他们攻击牧者的方式 我一听信徒攻击牧者 这个很新的概念 他就说 第一个 不来聚会 就是对你的攻击 大家可能没理解 我就不屌你 我就不来聚会 以这种方式来 对你表示 对你的不满和抗拒 后来我就释怀了 原来如此 很多的这样 有些是个人软弱 有些是表示对你不满 但是不满的方式 是聚不来聚会 或者不顺从你的 你讲的我就不听 然后你说啥我都不干 就这样 那种 那种 怎么说呢 软 软抗拒 用这种方法 所以 那这是叫内 叫外一样 所以当我们公开告白 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这种张力 遇到这种张力 那我们的本性 是不愿意受逼迫 不愿意受苦 又无法逃避 怎么办 特别是更令人 大跌眼镜的事 让人受不了的事 使徒保罗和耶稣 都教导我们 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祝福 我不恨他就不错了 要为他祝福 这个完全是超乎 我们本性和能力 已经越过我们能力了 仇敌 爱仇敌 最可怕的命令 就是爱仇敌 爱上帝可以 上帝爱我们 他无瑕疵 至善的 他是配得我们爱 那仇敌呢 我们怎么爱他 我们是 就像耶稣所说的 那些对我们好的 我们当然爱他了 远亲不如近邻 原因就什么 近邻处的好吗 对我们好的 我们对他好 这是礼尚往来 正常的反应吗 但是让我们去爱那些 对我们不好 甚至恶待我们的人 这个就不容易 所以圣经要求的 圣经要求的 从来不是按照我们的 本性和能力 要求我们 要求的是 对的事情 正确的事情 但是往往是超越 我们的情感和能力 要为那些 逼迫他们 逼迫你们的 祝福 上帝 祝福他们 这样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有 耶稣做了 主啊 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不是 不知道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某种程度 他们知道 犹太人知道 怎么 为什么要 出卖耶稣 害耶稣 收买犹大去 耸动这个比拉多 判他死罪 然后为了除掉他们 他们清楚自己的计划 但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真的把神的儿子 定在十架了 对不对 属灵里面是瞎眼的 无知的 按照世俗呢 他们都筹算的 都是谋杀嘛 计划 有计划性的 作战经证 有计划性 他们知道做什么 但是耶稣说 更深层的 他们不知道 他们自己做的什么 为他们祷告 怜悯他们 斯蒂凡也做了 同样的祷告嘛 那我们看 那都是斯蒂凡 被圣灵充满 我们没做 我们怎么做 就面临了 这个实际问题 是不是 牧师讲这个话 也不是说牧师 已经实践的 非常清晨熟路了 毫无痛感的 那些伤害自己的人 那些恶待自己的人 就毫无痛感的 就可以爱他吗 不是那样 那这个命令 怎么去活 怎么去遵守啊 给他们祝福 我是没做到 气得不得了 还不得想 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是吧 但是又做牧师 又你说 太言语暴力又不行 然后又动粗也不行 那忍还忍不住 想想 我是睡觉非常好的人 在中国一次 在韩国一次 竟然连续一两周 这个睡不着觉 这样的情况 我不是说完全睡不着 就睡睡觉 一个小时马上醒 睡一个小时马上醒 这种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 担当不了 想起那个人 听见那个人的名字 看见他面孔 谁提他 心里就痛得不得了 根本担当不了 爱仇敌 我知道 我都讲过很多道了 对不对 祝福 祝福有点辛苦 我不恨他 可以 努力不恨他 祝福呢 有点祝不到 只要祝福 不可咒诺 这就是 实际的命令 爱神 爱人如己 包括 这个爱人的 包括爱那些 仇敌 那问题是我们 做不到 凭着我们做不到 怎么办 所以要祷告吗 祈求生的恩典吗 所以我说 刚才基督教伦理 很重要的是爱神 因为我们爱神 因为我们知道 神的心意 我因着爱神 我愿意顺从神 但顺从的过程当上 发现了自己的这种局限 没有办法 做不到 怎么办 主啊 帮助我 给我恩典 承认自己的软弱 同时 祈求神的恩典吗 伯拉旧主义 认为 上帝命令我们 是因为我们能做 所以上帝从来不会命令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奥古斯帝认为 不是因为我们能做 乃是我们应该做 我们做不到 但是上帝家命令是告诉我们 一是应该做的事 第二告诉我们应该求什么 上帝命令是我们应该做的 本分和义务 无可推卸 但是没有能力怎么办 知道教导我们 如何去正确祷告 求主啊 给我恩典和力量 让我能够顺从你的命令 求你赐我 你所命令 所吩咐的哈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我们要认识到以上的 逼迫的原因和必然性 就既然我做了基督徒 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除非是我完全抛弃信仰 宁可下地狱无所谓了 但是既然作为基督徒 福音本身就包含着被 弃绝哈 我们的主已经 做了走了这个路 我们是追随的角度啊 第二我们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既然做基督徒 不管是糖果蜂蜜 掌声鲜花 美光灯 做基督徒意味着 做基督的学生 门徒追随他 学生不能大过老师 老师尚且遭到这样的待遇 更何况我们呢 时代虽然变了 但是性质没有变 数血气的逼迫数灵的哈 彼得前书四章一节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 以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基督在肉身受过苦 是为义受苦 他自己没罪 为了我们 代替我们 为了我们 所以他忍受了罪人的顶撞 甚至弃绝和背禁施加 他无罪 但是为了义 为了这样的缘故 他受了苦 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哈 做好受苦的准备 第三 爱仇敌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句话就把 爱仇敌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 联系在一起哈 爱他 为逼迫我们的祷告 不咒诅他 祝福他 就是爱仇敌的表现 但是问题怎么能爱呢 包含着祷告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本文里面说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已经超越我们自己的能力 但是又是我们要 学习顺从 效法上帝 接纳罪人的这个爱的爱 我们是寻礼者 朝圣者 是基督的门徒 基督作为完全顺从神的一个第二亚当 末后亚当 第一亚当不顺从神 悲逆了嘛 所以带来咒诅 把我们带入到痛苦 末后的亚当 他完全顺从神 一方面 当然就是为了成就救赎 另一方面也向我们亲自展示了 一个人被造的人 应该怎样以上帝为中心去生活 他凡事舍己 寻求神的旨意 最高峰的就是 不要照我的意思 你要照你的意思 对不对 按照他人性的角度来说 这种恐惧 惧怕 肉体的和灵里面的这种惧怕 要承担的中担 他感到有压力 但是另一方面 他愿意顺从父的旨意 这种舍己顺从 就是祷告的精髓嘛 求神的旨意 自己感觉不足 说求神给我们力量 所以天使来给他加力量 才上了十字架 那我们这些作为他的门徒 虽然我们不需要救赎别人 但是我们在顺从神的话语的时候 往往神的话 要求的是超过一般人的水平 很高的 完美的 爱仇敌 饶恕他们 还要为他们祝福 那这个过程 这个能力 就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 主啊 我自己受到的那些伤害 求主让我饶恕他们 像你饶恕我一样 求主让我能够爱他们 不恨他们 能够为他们祝福 像你那样 求主给我力量 是吧 这种在祷告当中 否认自己 挣扎自己 愿意顺从神的过程 这就是真正的祷告吗 我们的概念当中 中国人的概念当中 一般韩国人一样 一般祷告就 意思就是这个 好像就祈福一样 这个当然 有些问题 家里遇到问题 孩子病了 什么这个有难处 要祷告 但是祷告本身 不只是讲 让上帝给我一些什么 现实的这个问题 还有包括我们顺从当中 缺乏的恩典和能力 饶恕的力量 也需要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咒诅 这是一个极其沉重 又不可逃避的吩咐 是爱的命令 如何面对那个不幸的丈夫 那个不幸的丈夫 往往是 可能逼迫我们最厉害的 如何面对不幸的父母 不幸的同事和上司 包括 那个不幸的政府 还有一些在教会里面 彼此争敬的那个肢体 有些人关注的 就不是那个属灵的嘛 总在乎这个 人与人之间 那个心理上的 这个人被神 被牧师更多的重视了 就心里不舒服 就扯你的腿 或者是背后再评论评论你 等等 我们中间这种现象 还没有明确的发现 但是教会越来越大 会有这种现象 在教会里面的人 也会那个增进 嫉妒之类的 然后也会给你带来压力 和伤害这种情况 你怎么对待他 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 逼迫嘛 背后总 你那么努力去服事 背后总给你 差评 好像他有权力给差评 但是就给你评价嘛 那咋着 搞得你这个精神压力挺大的 所以弟兄姊妹真的 这个拙卷讲到好处就好 好在这儿 牧师没有办法跳着去 挑那些自己喜欢讲 容易讲的那种 讲到这儿了 没有办法越过去 就还得讲嘛 我也知道我们在网上 有些肢体遭遇的一些 在中国遭遇一些 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连我 连我这样做牧师的人 读神学这么多年了 听见这样的事都气得 肺得要炸了 讲不通理的 有一些刁蛮的人 就是莫名其妙就 就欺负你 你报警 你什么 这个委员 居民委员会 什么城管 各方面都告了 然后无作为 整个社会就那种 瘫痪 城管欺负那些 摆摊的老人家的时候 耀武扬威的 真正出来去让他们管理 那些横行霸道的 那些地痞流氓的时候 无赖的时候 却无作为 这样的事情怎么办 如果按照社会的角度来处理的话 你再气死 这什么是国家 什么社会 不适合人呆的地方了 对不对 如果不从神的得到安慰的话 真的这个地上 躲到哪都会有这样的人 可能是上帝让我们学习 这个在他的面前流泪 把这些劳苦 我们无法承担的重担 向他倾诉 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讲了 那个咒诅师 那个经验 包括我们在他的面前 真诚地谈论自己 你不必要先把这个经文 背下来 所以你一开始就不敢跟神祷告 你先作为一个正常人 清新徒义 你把你的痛苦向他倾诉 你遇到了什么不公义的事情 你可以跟他讲 但是你也可以说 我现在感到很痛苦 我受不了了 没办法 没有人给我申愿 那怎么办 主啊 你给我申愿 是吧 先把你的情感 真实地跟他告白 然后结论的时候 上帝你让我饶恕 虽然我现在这种情况 就祝福他是不太可能 但是你给我面对 承担这种事情的能力 让我既然飞鸟不允许掉不下来 头发不允许掉不下来 但这个事情临到我 又不是因为我的错 临到我 我无法承担的时候 主要给我恩典 智慧如何去面对 你给我能力去面对 这样的事情 消化不了 没有能力面对的时候 怎么办 时间长继续压下去 变这个精神上 心理上就会出现问题了 所以祷告的时候 跟他倾诉 你这样祷告 持续祷告的时候 一方面上帝给你安慰 另一方面 要么上帝就改变那个人 要么可能那个人在 上帝可能就刑罚他 虽然你不是咒诅他 但是上帝可能为了保护他的百姓 会让一些持续行恶的人 遇到一些事情 这个是在历史上都 圣经里面都有例子的 那些 就像进服于被邪灵捆绑的恶人 终究有一天 当神透过他们 借着他们 打道在神的百姓上 做手术 锻炼他们 建立他们 塑造他们的目的之后 他们就被废弃 要遭受审判 先知书里面谈到了那些 巴比伦等等 说到上帝打发他 管教自己的百姓的时候 他们越过了神 给他们的界限 他们想灭了以色列百姓 所以上帝责备他们 以东啊等等那些 其他的不幸的国家 虽然他们里面 也有救恩的那个渔民 但是整个国家呢 越过神的旨意的时候 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 有一些恶人恶事 中国的处境 基督徒该如何去祷告 一方面遭受这种痛苦的时候 无法承担的时候 该如何祷告 另一方面 终极的角度来祷告 持续祷告看看 基督徒如果不祷告 总是用这个什么舆论 美国式的这种 民主社会的那种方式 那个要做 但是做那个之前 我们是基督徒 上帝 基督教导我们 要面对这种迫害 或逼迫不公平的事情 如何处理的方式 如果我们只是用 一般手段去做的话 只不过是不信的人 也会做的那种方法 对不对 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些人 祷告里面一定要花上功夫 可能会瓦解一些东西 所以讲到逼迫的时候 我们可能作为韩国的基督徒 在韩国的中国基督徒 可能会感受不到 但是我相信 没有人活在真空里 你的生活当中 一定有一些类似于 这样的压力 痛苦 但怎么去面对 归根结底 还是跪下来读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去面对 虽然我们知道神的命令 神的心意 但是我们活不出来怎么办 求主 祂的恩典的量 加添在我们身上 以至于我们能够饶恕 以至于我们能够不恨他们 以至于我们能够去 为他们祝福 甚至怎么样 好 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听了神的话 愿意照着属的话 与去生活的 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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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